我相信很多的摄影爱好者都购买了相机 并且开始学习相机 也有非常多的小伙伴想要拍摄视频 而摄影灯光又很贵 一个普普通的LED的灯板都要几百块钱 更别提专业的摄影灯具了 我一开始录行拍摄的时候 用的都是南光 自然过硬 虽然相对于它是一个性价比产品 但是一个60瓦的低功率的小灯 都需要千把块钱 直到我开始下定决心 自己拍摄一些视频 做做自媒体 我看到了该帮帮主的一个视频 他推荐了一个宾德网友自己制作的100瓦的灯 在适配器显得指数95% 而价格却只要300出头 我头一次觉得摄影灯具原来还能有如此的性价比 所以抱着试一下大不了退的心态 我买了第一支 结果发现还真的不错 虽然做工确实民间了一点 但是东西却实实在在的 于是我购买了第二个 之前的灯光都是由这两个加起来600多的灯打的 是不是比你想的要便宜很多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灯的亮度 和某宝那种标称300瓦的灯是有本质区别的 当然有点是隐藏实的都知道某宝的那种灯 效果仅仅是照亮不平常 其他的就基本上都是用来骗小白的 同一个TP100我一直想出视频来着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选题切录 而最近他们店又搞了一个双色温版本的TP400瓦 我一直想冲一个双色温的灯来着 这不就有机会了吗 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个新出的TP100C的100瓦 只需要299真的 这个几乎就是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最便宜的100瓦的摄影灯具了 我是你们的云飞 今天我将为你们带来这两只灯的测评 希望会对路坑摄影的你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 同等配置的灯具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最便宜的是永诺的单灯350 你要是能量的话那肯定要有适配器吧 那么再加上就是500块钱 神牛最便宜的也要700块 那么同意的TP100C299这个价格可以给我们什么呢 一体化的设计线性的调光 通体是一个白色的 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工作 显色指数是CRI96 具体的参数我编在这里我来给大家试一下效果 我把所有的灯都给关闭 只保留背后的氛围灯 它可以打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TP100C单灯的一个效果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螺光罩之类的 就是一个裸灯的一个状态 现在的ISO是200 光圈是2.0 快门是125 这是ISO320 然后其他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然后我上了八角灯箱 上了两层楼关 又上了这个格山 然后是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就是一个单灯 单灯的TP100C 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这样便宜的灯配的是保容口 常见的摄影灯的配件都可以正常的使用 而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它的噪音 我来给你们实际的听一下 怎么样还不错吧 上面的TP100C其实是一个小菜 TP350D双色光才是今天主角 首先还是先对比一下 它卖1430 而其他的国产摄影灯卖多少呢 神牛卖2160 南瓜卖2500 虽然差距没有那么大 但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再多买两个100瓦的TP100C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TP350D还有一个挺离谱的点 就是可以更换灯片似的 然后牛逼的是它这个居然 看到这是啥了吗 导热硅脂 牛逼 我先把这个拆下来 让我看一下 硅脂 硅脂 牛呀 如果你需要400瓦的高亮度 那么你可以通过工具 把原来的双色温的灯片换下来拧上400瓦的单色温 机内的程序可以自动识别 并且可以提供对应的操作方式 而且这个灯片也是真的硬核 是采用硅脂来上热的 真的就很震好我 来到350瓦我们有撕配器 顶部的灯本体可以调节亮度和色温 还有程序在里面 现在还增加了蓝牙的功能 在安卓苹果端都可以直接通过蓝牙连接灯内的程序 直接控制灯的色温和亮度 就很方便 但是目前只要有APP就可以连接 还是比较适合个人的用户 大型的团队用户还是需要稍微保险一点的APP程序 我这个也是白色的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都流行起白色 不过也确实非常好看 我现在来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单登的一个效果 这是350D全开的一个状态 现在还是200的ISO F2的光圈 125的快门 这个时候就已经太过曝了 我们要把它降到30%左右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的APP 我们把它降到30% 应该就是一个差不多可以用的一个状态 现在也是一个裸灯的状态 待会我给它加上这个楼光箱 现在是TP350D 它加了楼光箱 然后两层的楼光 然后隔山 它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现在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 然后开的亮度是79% 一般的话我打光它就是这么一个亮度 就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嘛 怎么样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然后这个灯的功率比较大 所以噪音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工作噪音 最后这些灯在我这儿 我是使用了三个灯 作为我日常录视频的一个灯光 我们来逐一进行开启 先是我背后的这个氛围灯 TP100 然后是后面的侧面轮廓灯TP100 主灯是TP350D 算下来整体花了2000 当然之前我使用的100瓦 也是可以打出非常不错的灯光 那个是只需要600 这个看个人的需求 现在也是刚好赶上刷11 不过我看他们店里面也没有什么活动 应该是贴着成本在卖了 所以如果说需要摄影灯光 可以去通意的店里面去看看 虽然很便宜 但是确实不闹 好的东西我希望大家一起用上 当然也感谢当年盖帮帮助发的那些视频 才让我发现了如此物美价廉的东西 对于之前那个灯有兴趣的 也可以去盖帮帮助的视频里面去考古 我们不管是看评论还是某宝的评价 就知道这几款灯 确实是从家里到片场都是性价比极高的 评价也都是非常的不错 产品也一直在改良 我手里的TP100就有改良的区别 不管是线还是帮手 都是一点点在进步 它的售后也非常不错 我之前老灯的帮手不好用了 二话不说 直接让我发地址 发现的配件给我换上 确实是非常可以 需要的话 我在评论区就放了这两个灯的链接 能帮助到你就最好了 我是牛牛云飞 低成本也可以网转摄影 摄影最主要的是你的想象力 是你的创造力 不是买了相机或者灯光就可以解决 它们只是让产品 让物体变得曝光正常的一个工具 要让它出彩 用的还是你自己的脑子 本期视频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建议点赞投币啊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大家有什么软件用觉得牛逼 也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我是牛云飞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点按投币三连 其实我想这些你全都给我 这样我会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你要知道 你的知识就是我 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见 Cook 看 经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